好大声 一个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来到第二周了 你好欢迎来到第二周的马克信箱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一起来听听信 听听大家的人生当中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今天来回一些新的信 首先我确定是新信 因为他拿到了我们的快速通关信封 我们就来回这个快速通关信封 台中的一只鱼第一次写信 国中的时期呢 就会边念书边听青春点点点 可是上大学以后就失联了 现在会再有连结要归功于之前补习班打工教到的学生 这个学生推荐我去YouTube角上班可以听 是宇宙的力量 让我重回了教主教母的麾下呀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 是2022年的9月 他听完了马信的2021年 心得大致是 各位典友的人生经验 都太多采多姿又五味杂陈 我想不到要分享些什么 不过最近在跟前同事聊天的过程中 有想要写信的念头了 我要将前东家的黑暗面公诸于世 在这边我先来个免责声明 以下言论都是本人与部分人士的观点 若雷同纯属巧合 从2020年6月开始呢 在一家广告打得很凶的 日本连锁一对一个别指导兼职 然后呢 我一面当老师一面准备考试 我想讲几个 对学生跟老师皆不利的地方 首先呢 对外宣称是一对一的个别指导 但实际上是一对二三 而且一堂课90分钟 如果教三位学生 一个人平均分到老师30分钟 而学费部分呢 国小是700起跳 国中800起跳 有请精打细算的玛丽算算看 这样一个小时学费多少呢 2400 不是就乘以二吗 我不知道我乱算的 所以就是国小一个小时1400 国中一个小时1600 高中一个小时1800 那至于老师的薪水有多少呢 当初应征的时候 求职网是说一个小时210元 但实际上是170元 我提问的时候呢 对方就很笼统的回答说 我们还有其他的加级啦 加起来就有了 可是总部呢 在2021年做了薪资调整 虽然有拉到了一个小时200元 但也取消了部分的加级 反正总共算起来啊 就是钱很少啦 然后你把薪资跟工作时数相除 就会发现普遍都不到基本时薪 因为薪资只算上课时数 可是你的课后记录啊 写评啊 备课啊 这些时间都没有给薪水 那课后呢 如果你有多上或是给学生提问 都是当义工 最夸张的就是排课的问题了 这里的学生啊 性格非常的多样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来个别指导 那补习的科目呢 更是五花八门 如果有突发状况 像是有老师的学生临时请假 要调课补课的话呢 常常会牺牲一些学生的权益 把学生呢 调给不熟的老师上课 那上集呢 就会说 哎 让你去体会一下 不同老师上的不同感觉啊 如果呢 在Google地图随便找一间教室 基本上呢 都是五星评价 因为每个教室都要求学生评五星 听说会有小奖励 也会请老师充当学生 然后请家长留五星 最后呢 他就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说 老师们值得去更好的地方 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薪资 学生们呢 也可以用差不多的学费 得到真正的一对一教学 不必一再的换老师 跟重新适应 接下来呢 他要分享 旁观者 看班内老师之间的爱恨情仇 哇 登场人物有六个人 太多了吧 主要呢 就是有一个自视甚高的前辈 然后呢 会酸其他人 调侃另外一个老师说 哎哟 你大学的没毕业都乱教啊 然后也会拉拢其他的老师啊 变成小圈圈小团体啊 那有权力的人呢 就会借由排课啊 比较照顾自己或是自己人 像是排课给男友啊 把那些讨厌的人的时数给砍掉啊 然后说 哎呀 这样对学生比较好啦 说那些老师不合适啦 其他的老师呢 也都明白这个前辈的个性作风 却仍然臣服于他 只能说 金钱会蒙蔽双眼 谢谢你们念完这两封信 不知道听完之后心得如何 总之呢 我是优先上岸了 然后呢 推坑我的学生 他很想听到这封信 于是呢 我就用了快速通关信封 在这边要祈求教主教母 继续救赎大众 附上他一堂课的薪水 489元 怎么样 听完这封信尼的感想是 太长了 我不知道最终剪出来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 这封信念了非常的久 一二三四 他最后给了我们五百块 那我自己是觉得啦 因为你的目标是考试嘛 所以人家职场上面的斗争 究竟与你何干呢 就 你的目的不是就是 好好的考上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这封信有两个人 一个是男屯媳妇 我吼 晚上睡觉前 都会跟老公聊天 有时候太兴奋 我就会爬到老公的身上 用力压他 那个晚上也是 有点兴奋 我跳上去的时候 发现我头 直接撞在床头柜上面 我立马躺回自己的位子 老公也马上冲去开灯 检查我的头 结果我左边的额头 腫了一个包 红皱到不行 隔天公普还说 你头皱成这样 你怎么用的啊 我就说 我特别的情趣哦 帮我做做梦用到的 聊天聊到太兴奋 会想要压在老公身上 好好玩哦 怎么这么好玩啊 这个游戏不能让Catia知道啊 他一定爬爆 昨天看新闻的时候 刚好暴走到国外的旅游 于是呢 先生就跟公婆说 我们要去日本 那公公就说 你是自由行还是跟团 老公就说自由行 公公就非常震惊的 在跟老公说 你回来要记得哦 老公说记 什么叫回来记得 买青森苹果啊 不是公公就说 你的老婆真的要记得带回来 因为我曾经在国光花市 我没有注意到 跟一个很像我老公的男生 一起走了 我老公就在后面 一直看着我 等着我发现 我一直一直跟着他走一段路 才发现 谁跟错人了 哇 这个很呛的老婆耶 另外一个是浅钱猫 她说 附上我手作编织 圣诞花朵的吊饰 一个是要给Catia老师的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 我的IG账号 她叫浅钱猫嘛 就是Money 可是她写Money M-O-M-E-Y M-O 不是Money 可是她中文叫浅钱猫耶 应该是打错吧 写错吧 应该是写错吧 你是说哪一个写错 英文写错了 对啊 Money底线Cat0612 那不知道姓什么时候被念到 但如果幸运被念到 希望有报名一月份台中火车站市集的话 我可以被选上 到时候希望大家来找我付上200元 你们好哟 我是来自于香港的听众乔乔 刚刚在公司发生了一件 我觉得十分值得学习的事情 就想要写信跟你们分享了 我入职不到一年菜鸟了 第一份的长期工作 这个长期工作需要跟人家打交道 沟通技巧非常的重要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我接了一个客人的外卖 他跟我们订了食人份量的食物 哈嘎啊 你只想哈嘎啊 他还特别交代 食物都是要gluten free的 gluten free中文叫什么 你甚至要查中文 不可能 冷藏冷冻 不是不是不是 避免太阳 不是啦 食物要当天吃掉 无敷值饮食啦 无敷值无敷值 于是我就遭正常流程啊 写下客人的要求 但他点的东西里面有两只什么 龙虾 北京田鸭 你们有没有吃过咧 北京田鸭是北京烤鸭是不是 是除了鸭肉之外还会夹别的料 像是青瓜丝啊 再配一些酱料 用一块皮包起来 对我们这边叫北京烤鸭啦 那个皮啊在香港叫mama 广东话发音念momo 这块mama皮呢是用面粉做的 那这面粉做就不是gluten free啦 我就提供别的选择啊 像是你要不要包着生菜吃啊 哇当Korean啊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发邮件跟客人说完之后 过不久那个客人就打电话说 之前有另外一个客人也点过这道菜 也是要gluten free 但我们都做给他了 那我跟那个客人是朋友 所以他介绍这道菜给我啊 然后那个客人说 现在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上次可以 但这次不行呢 还说你们是不是在骗人呢 那一次那位客人吃的是 有面粉的mama皮这样是吗 当我听到这段话之后 我马上觉得好慌啊 因为我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指控 这食物过敏是会导致有生命危险的 不然乱搞呢 我就只能暂时应付一下说 我照着师傅的话 重复说的啦 我再去问他一次啦 这样子我再给您回复啦 我就跑去问厨房 又跑去餐厅了 但他们的回答就一样 没有什么 怎么可能有mama皮 不用面粉做的咧 我心想怎么办呢 要怎么解释呢 于是我最后就跑去问一个 我做了三年的同事 这一件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以下来分享 我想要记录下来的笔记 OK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我们也来跟着学习一下 解决mama皮 首先找出证据 你不要听到客人单方面说法 就马上慌慌张张啊 同事就根据那个客人 提供他朋友的名字 去翻找以前的电邮对话的记录 结果发现 原来他朋友上次在我们餐厅包厢吃饭时 他朋友没有说要gluten free嘛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次订餐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 第二 跟客人交流的时候 同事没有刻意指出客人的朋友讲错了 是简单的带过事情 还替他朋友找了一个台阶下 说哦 有可能他朋友到达后才说 里面有些人不能吃gluten 但因为他朋友点的菜单 也有适合大家吃的东西 所以没有特别更换了啦 第三 要提出建议 同事就说 我们很乐意给你们换别的呀 除了生菜之外 我们再另外提供你两样选择好不好啊 然后我还告诉你 这三个东西 哪一个最配北京甜鸭了 哪一个啊 他没讲 最后呢 是要细心询问了 结瓜吧 结瓜啊 结瓜 哎你从那个面粉皮换到结瓜 你的成本应该是多了很多 这也是一个话术啦 我可以提供这个 那其实这个其实会更贵 但是我们愿意提供给你 这听的人会很舒服 最后就是要细心询问啦 同事还留意客人点了一道炒菜 把最近呢 当季的菜类建议给他 让他选择 我就看着同事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游 真的是很想把它学下来 我就决定要寄来马克信箱作为记录啦 那这封信呢 是2020年的9月7号的乔乔写来的 不知道乔乔李现在还有没有在餐厅啊 是不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啊 谢谢你把这么珍贵的聊天沟通技巧 跟所有正在收听马克信箱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啊 我们都一起获利一起得到啦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今天的马克信箱到这边应该要告一个段落了吧 雷有 雷都特别交代我了 我会在这边过于跟着你做对吗 我是那种会跟你fight的人吗 我不知道 不要随便开word啊 开word是什么 开站 OK 你以为我说word啊 对 一些音合在一起而已啊 不要随便跟人开word啊 我们love and peace love and peace 这个世界上好吗 love and peace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啦 雷在拍什么啦 我今天想要拍雷 因为你今天真的穿得好可爱啊 谢谢啦 谢谢啊 谢谢minimators啦 不错不错啊 拍到啦 所有的人在这个冬天 天气冷冷的时候 天很快就嗨呀 路上也都嗨嗨嗨的 男生也喜欢穿的 羽绒衣穿的嗨嗨的 你可以尝试穿一些 pink的毛衣啦 让你看起来 Q的 Q啦 很Q啦 嗨嗨嗨的嗨嗨的嗨不是 我对你忽来的鸟 一游感 也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